我和一些业余爱好者打球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的业余爱好者 他根本就不怕你前冲的球 甚至你有些高球他扣过去 有些稍微高一点 扣过去他都不怕 速度非常的快 他都不怕 他都可以反了过来 但是呢 有一些那个高调啊 调前的高调球啊 他倒是接不好 每接一个分一个 接一个分一个 然后呢 那我今天呢 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高调球我们可以怎么去接 高调球啊 和前冲和扣球呢 他们的区别在于呢 高调球它是速度比较慢 然后呢旋转比较前 接着这球啊 一般有这两种情况 一种色在上升的时候 那球过来 上升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接 还有一种色 下降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去接 那首先我先说一下 上升的时候 那球在上升期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接 球上升期的时候啊 我们不要去加力 我们不要加力 球上升期的时候 我们放前面打一下 我们压好拍 打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贴 我们就放这里贴一下 那个球 让球来打你 你不要去加力 去打球 然后呢正手也是 我们压好拍 那个球压好拍 那球一落台落台落到这里 弹上来 压好拍 打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就是 球已经过了上高点期了 完下落了时候 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接 这个时候呢 我们接的时候 就给我们增加了 很大的一个难度了 我们并不是打一下就可以了 打的是没法打的 没办法打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顺他的 借他的旋转去打 就好比是 别人发下转球 我们戳是一样的 发一个下转球过来 我们最好办法是戳 那现在这种呢 我们要顺 借他的旋转 那么 我们要带一下 我们要用前臂去带 打他的 稍微压到球派去带 用小臂去带 好 那 反手也是 你们戴一下 我们稍微戴一下 不要加力 稍微轻轻地往前 戴一下 借他的旋转 戴一下 那我们刚刚呢 也看到了 像那种球啊 能机器发过来的球 他速度也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 我们 我们看他 落台了之后 往前冲的 那个旋转 也还是蛮前的 但是呢 我们用这种方法 打过去 那个球软绵绵的 球软绵绵的 是吧 球可以打得很短 所以呢 像这样子去处理球啊 他球就不会有 就会打出箭了 我说的那两种方法呢 就是比较容易的 把高调球接过去的方法 但是呢 并不是最有攻击力的 一个方法 攻击力的方法呢 在远台 我们直接可以拉过去 是吧 在进台的话 我们可以带过去 在进台 我们用手腕 带过去 是不是 都可以的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